太极人于中国属于世界 近年来太极越来越因其与中国文化的高度融合性正面向世界推广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爱上这个运动 太极拳已经成为中原面向国际 讲好中国故事 发好中国声音 授好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 7月4日下午为进一步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 增强我国与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联系 由国家商务部主办河南工业大学承办的 2018年发展中国家陈氏太极拳排训班 在河南工业大学莲花街校区举行了开班典礼 河南省商务厅 教育厅 河南省外桥办 郑州市武术协会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出席开班典礼 河南工业大学估计交流与合作处 体育学院 粮食盆训学院等筹建办相关负责人 以及39名学员参加了开班典礼 我校副校长陈富生只欢迎此 他代表学校欢迎远道而来的各国朋友 并对长期支持我校园外培训项目的领导 表示感谢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教育厅领导 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来自阿根廷的学员米加尔·艾斯特 代表学员致辞答谢主管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和承办方河南工业大学 为培训班成功举办所付出的努力 本期培训班是我校自2008年以来 承办的第三十三期远外培训项目 为期一百二十天 共有来自甘果金 蒙古 多米尼加 赞比亚 苏里南 古巴 阿根廷 老挝 拉脱维亚等九个国家的39名学员 汇聚五校 经与两地五数学校 及五数名家的密切合作 多方征询论证 河南工业大学 量身定度制定培训方案 最大程度上 在培训中 映现学有小学 学有所成 得逞而教 教育通过传的培训理念 卫士学员迅速进入习武状态 高校利用培训时间 带队老师对培训安排 做了精心严密的规茫 培训班学员 首先和少年 所发言的 丰山少年寺坎 奥培校 开始了为期两周的 基本工学院 最后 学员先后 是尘世太极全方 国地 温泻成加工 张福旺太极全方 许成天领 成加工国际太极院 实地学习训练 在当今 中国最富胜利的武术学校 进行武术集训 奥西中学员们 文积齐武 面目下 学员们 精力轻松 很快进入了 武者的状态 在清晰的 技巧武时 与比赛队的强者教育 与高手奉承 竹马 对中国武术 有了更为深刻的电视 与人生意 为实现最大教学效果 本期也就发展 配置了一路十字阵的力量 中提课程分别了 城市太极拳 小家一盘家 二盘家 公司基本 城市太极拳 太极推手 太极剑 太极善 以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的方式 使学员们了解 并掌握 城市太极拳的运动特点 与文化内涵 感受并体验 中国武术文化的 博大精深 在培训中 教练们严格把握 英才识教 严格考核 最终在教练 和学员的 共同努力下 人满地完成了 绿色的培训目标 在此次武术培训 研修班同样重视学员 对中国方方面面的 认识和了解 邀请农师学者 拍摄专题讲座 讲解中国文化 城市太极拳的风格 与特点 通理物成员 医高学员的理解 与示范能力 进一步学清楚 学明白中国武术 并在日常生活中 将武术所代表的 中国精神 严格默然的方式 前行误化 学员的英秀品质当中 在陈加工集训期间 学员参加了 陈加工自主活动 参观洋漏城博居 走进了村庄 体验中国传统书法 相机 热气 从共有角度 基础 和感受中国传统 保护 培训期间 恰选第十二届 中国郑州国际少女 所结局的 为下 从培训班 继续代表的 群演参赛 学员们在赛场上 同位前上 与各路分手 交武器聪明 同海竞技 一路 扩棍斩架 最终 在个人赛中 取得20枚金牌 25枚金牌 56枚同海的 优异成绩 此外 队员们在团体赛中 也当仁不让 并获得 一个集体一登奖 四个集体三登奖 参观考察 是难得地学习 中国武术文化 和人文地理的机会 贴心设计的 郑州高新区 郑东新区 交作云台山 古都西安 以及各地的武术馆 和体育学院的 参观考察与交流 让学员们 更加实地了解 中国武术 中国文化 给将来 大家发好中国声音 讲好中国故事 做了最好的准备和铺颜 在西安 学员们兴高采烈地 参观了 新舍黄冰马友 并爬上了古城墙 学员们 还到山西省体育训练中心 与当地武术界 民事专家和专业训动员 交流学习 增长见识 在登峰 禅宗音乐大典 壮观辉火 给学员们 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20天的学业 即将完成 汗水 应得收获 挥手 过去一个个清晨 六天不断线的体能训练 想想套路考试前的紧张与忐忑 挺重于战胜的确信 挺为一个个讲座中聆听到的大师声音 体悟到的人生智慧 感恩负负责我们各项工作的老师和志愿者 他们是如何无微不至帮助我们的 相信我们会自信地说 我付出了很多心血 我学到了城市太极拳 我分享了真诚与感恩 我爱上了中国 古纸交在于民相亲 在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里 相亲相爱 让我们共同带来国际交流 走上共同发展之路 我们爱爱你 我们爱中国 我们爱世界 10月26日下午 由国家商务部主办 河南工业大学承办的 2018年发展中国家 城市太极拳排训班 结业典礼 在我河南工业大学体育馆举行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工业大学 郑州市武术协会等相关单位的领导 以及登峰塔沟舞校 少年武僧团 陈家沟太极拳研究院 河南正道太极拳馆代表 出席结业典礼 玻利维亚武协主席 与阿根廷武协主席 作为寿远国家代表 出席了典礼 结业典礼由我校国际交流 与合作处处长刘国士主持 零食培训学院筹建办副主任 裴绍峰 首先代表筹建办单位 对学员四个月来 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做了回顾 无校党委副书记 继委书记毛延勤 代表学校致辞 对各位学员 圆满完成学业 表示祝贺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 研修学院联络办主任 哈宇 向培训班学员 介绍了我国 远外人力资源培训的 基本情况 并向在过去四个月里 刻苦训练 并取得优异成绩的 各国学员表示祝贺 希望各位学员 把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愿望 带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来自阿根廷 爱德加 纳尔瓦兹先生 代表陈氏太极拳排训班 全体学员 致辞答谢 蒙古国学员 善美女士 为学员代表 讲话翻译 展示了120天来 中文水平 突飞猛进的提高 随后 郑州市武术协会领导 代表郑州市体育局 和武术协会 宣读了感谢信 对我校长期以来 在中原武术国际推广中 做出的贡献 给予了肯定 波利维亚外交部长 武协主席费尔南多 瓦纳库尼 马马尼先生 代表波利维亚 武术协会 对我校在发展中国家 人外培训中 做出的贡献 和取得的成绩 表示感谢和祝贺 并对通过更广泛的交流活动 进一步促进 中博友谊 进行了展望 各位领导 向来华学员 颁发了培训结业证书 和纪念品 随后 培训班进行了 结业汇报表演 身着中国传统武术服装的 城市太极拳 培训班学员 做了城市太极拳 混编套路 太极舰 太极扇 太极推手 太极拳小架 炮锤的演练 将排训以来 所学的武术技巧 展现得淋漓尽致 至此 2018年发展出国家 城市太极拳排训班 圆满落下帷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